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好 老贺啊 说实话啊 我一直挺担心 你说让你去清退这个沐平川那小码头啊 你们这兄弟之间啊 也真是很难开口 日后相见真是也挺难为 但是如果让你回避这件事呢 那吴副镇长他真啃不下这个硬骨头啊 是 吴侯啊 我还不行 啃不了他 那你就是想好了呗 那还有啥想好的 那还谁 谁能去办这个事啊 只有我呢 我 我跟这个沐平川啊 我们俩这关系肯定都是绕不过去 那没办法 你看大大小小的事情 你看这几年 我都每次跟他聊 我这 还痛不清地乱飞 然后耍赖啊什么的 最后总是不欢而散 就还落一身埋怨 就是 有的时候啊 我挺羡慕你们 羡慕啥呀 落一身埋怨呗 你看我现在 行 我想找个人落一身埋怨 我都找不着 行了 书记 我明白了 你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一声令下我就往上冲了 我就上去了 就等你这句话 我妈呀 明天给我安排了相亲 本来我都拒绝三回了 这回非说是老战友的职傲 不去不合适 高中数学老师 我小的时候啊 最害怕数学了 做梦都被数学虐哭 这还想搞一个 教数学的躺在我旁边 太可怕 你这完全不是为了 住村高兴啊 你是为了投币相亲 你说得太对了 你看 你们看啊 我爸妈 在这种老战友的群里面 给我到处发我的照片 让这些叔叔阿姨 给我找男朋友 唯一一个你们看得上的 人家约我出海 我在山上防火 人家约我爬山 我在海边防训 人家被我抛疤了 哪有时间啊 去不了 直接泡汤了 你们这组很放松啊 我们是因为贺镇上的加入 所以特别放松 你这不是着急要回去收拾东西吗 怎么还不回去呢 我走 我有挺多东西要收拾的 我提前跟您请个假 我可能要晚一点到安兰 行 行 但你开车去的时候路上一定安全啊 好的好的 我们安兰见 怎么样 这马上进村了 有没有什么预案呢你这 本来心里没底也没有 不过你这加入我就踏实了 你这别 你可别 你别啊 你这 这回去了你就主角啊 此时此刻你就是镇长 我是副镇长 我完全听你安排 那你要这么说 咱们就分分工 行 你分 行了 去了以后 我先找群众了解一下情况 你呢 找沐平川谈谈 谈 谈都没问题 谈都没问题 但是你 你想好 第二个预案了吗 你还怕谈不成啊 那 肯定不好谈呢这个 因为你知道这个小码头 对这个沐平川有多重要 因为他是从上世纪末 就建起来的 一直是成为他这个 这个货物的所有的集散的源头 你现在要给他拆掉了 那不等于像刨子祖分一样吗 于是 就算你这个好兄弟出面 也是有难度的 这是两个事啊 反正我跟这个周平书记 我都说过了 表态了 这时候我就得往上上了 那我可觉得你好消息了 但是 但是你还得 这还得有心理准备啊 这个万一我渴不下来 这个万一我渴不下来 你就得往上冲了啊 好不好 同志 怎么的 写气了是不是 你说这个碧海行动 如果在前面 咱们先拆了他的小码头 这金一花的事 他还会投吗 不会 你这下车工作非得住宿舍啊 对 要求住宿舍的 你这又得吃食堂 他也没营养了 就你这小体格 不行你跟我回家得了 我每天给你做点好吃的 热乎的行不行 不用 住宿舍挺好的 还有食堂吃 我这来工作又不是度假的 你别给我操心 你说你 我听大伙都在议论 说你们怎么要拆那个 养殖池子 还要把那码头也拆了 那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啊 我是又高兴又不高兴 为什么呢 你说高兴吧 我在网上看好多那个 海边城市人家那图片见的 那进沙滩 还太好看了 那躺一排比基尼 那沙滩上 又是什么五星级大酒店 又是酒吧 还有那种什么公园 挺艺术的那种 你说那 那以后谁还上 上国外玩去啊 那不都得跑 我们这村来玩了 是不是 你在 你在看 我们村现在 到处都是那养殖池子 那苍蝇飞的那个味儿 你别说还出去溜达 天黑以后 谁敢出去溜达 一出去 你不小心你都在掉那池子里 我跟你说 俺家后院那个二柱子 前两天就出了门口 咕咚吊吊池子就摔骨折了 我给你倒闭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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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我进来 不好意思啊 你看我这人 你说要不高兴的吧 其实大伙都是替沐书记担心 你说他都没肉吃了 咱们这些村民 上哪儿喝烫去啊 那就是说 其实最不高兴的是沐书记 那可不是 你想想啊 这么多年了 大伙打上来的鱼呀 海货啊 人家沐书记全都给你收走了 你这个冷库员和小码头一拆 以后沐书记他上哪儿去收鱼去 对吧 然后你说给这个船加水呀 加油啊 这些好多业务就全都没了 大伙不都失业了吗 这大伙失业上哪儿挣钱去啊 以后 是不是 我们损失吧 倒还 还小 损失最大的还是沐书记 你说这多少年 他再打拼下来这点家底 要不说人沐书记 这么多年支付以后啊 他对俺们这些村民 真是太够意思了 谁家有事啊 他都是第一个到 从来啊 就像帮自己家人一样 帮俺们 大伙对他真是 都挺感恩的 这不一听说要拆小码头吗 大家私底下都商量说 不行咱们紧紧去 找找这个镇上领导 多给他点补偿款 来 慢点 来 来 今天总的这个 觉得这什么东西不好 还行啊 不肥呀 还行 鸡瓦那扣着行 你看这蟹子现在都不行 靳海这蟹子都 都不行 我跟你说啊 风叔 你这个撒网的手艺 一点都没丢啊 我以为你做这些年办公室 早忘了呢 还有这个捆螃蟹的手艺 你还那么利落 你说啥呢 于敏的儿子 那能忘本吗 是吧 我虽然生在平湖 但是对海边的生活 很多都不太了解 这小码头拆了 是不是对您很有影响啊 你别担心 国家会给补偿款的 我不受影响 其实我还挺高兴你呢 俺家老黄不在了 儿子上大学 也打算留在城里 不回来了 真是家里没有个男人 就算是不起你 我还生吃 我都忙不过来呢 现在国家统一起你了 还能领到一笔补偿款 挺好的 我笔上不笔笔下有余的 我已经很满足了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就是俺老黄走得太早了 日子再好 也没个伴儿陪俺一起享受 往后的日子 俺一眼就看到头了 你也别这么说 你还这么年轻 以后的日子 还有很多喜欢 你看你说的 俺还年轻啥呀 妹子 你的性格真叫人喜欢 一点关架子都没有 对啊 大不清净 上次海参那事吧 你也不计俺的仇 可是一想起那事 俺老觉得可对不住你 行了 行了 哥 什么记仇不记仇的 我都理解的 过去吧 走 走 有话就说啊 这页上 反正这镇长 这可能站不了了吧 好久没给你打鱼了 给你打鱼 小周 小周从子市 江海中医生 嗯 船号都给你准备好了 上来我有啥 你有啥 来 副矿你 还有咱们家贺征 身为考大学呀 娶妻生子啊 我管道给他 你又不能给我一条活路吗 你能不能给我一条活路啊 三十年前红户就给你了 这码头是我们老沐家的产业 拆不拆的其实就是我一句话的事 但是如果要这种拆了 今后在码头上的上百条船怎么办 谁给他们提供 沃海的全套服务啊 在码头上做小买卖的那些鱼饭子 靠什么手务 不知道人家采购吗 还有全村 两千多口罚人 到年底了 我给他们发分红 发福利 老年人的养老金 马尾的助学金 还有大学生的奖学金 再到村里的 老金费 电费 水费 这个优租给出 但是坤里的钱能够上来 后一托这小码头呢 都这么拆了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但这个问题都好解决 你上头你 你要清退这小码头 上级肯定会有 这套子这样的解决方案 会有补偿 这你不用担心了 这你担心什么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这不是钱的事 这辈子钱我挣够了 我什么都不缺 我就练着这汪的水 你嫂子跟你侄子 现在在北京 就我老哥一个 一个碗 吃不了什么也喝不了什么 可是我身后 还有全村 两千多个饭碗 咱们不能把他们这两千多个饭碗都砸了吧 当初他们把我能选出来 我就得对他们负责造成 码头是渔村的泉眼 你要是这么就给挖了 这个村子的气数也就尽了 冯收啊 不是我不给你活了 是你们不给我们这些人活了 你干嘛 这码头不能拆 坤长 你去莫书记那儿聊得怎么样啊 挺好 那虾呀螃蟹都挺好 很新鲜 那就是说没进展了 不是你们两个大男人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真是这么费劲啊 男人的世界啊 行行行我不懂啊 同志们 你们来了 你这干嘛拿这么多东西啊 我可不是管给自己带的啊 我给你们都带了 来 来 小皓姐 这个是给你的 还有我的呢 这里面有感冒冲击 然后消毒液 创可贴 什么驱文水之类的 这装备这么齐全 你打算常住啊 怎么在这儿定居啊 我爸妈说的 这作业条件不行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咱们有备无患 一人一份嘛 对了 小皓姐 咱俩是住一个屋吗 对 条件有限 咱俩住一个屋 住这屋 不介意吧 不介意 我最喜欢女生宿舍了 这道是给你的 你 你别给我发 我 我不用这些 我用不着 我在 你说你弄得 咱 咱们现在干嘛去 行 你们收拾完了 我带你们出去转一转 深入一下群众 这平川不同意拆除这小码头啊 我一点都不意外 反倒是他问了几个问题 把我问的 他说 你小码头拆了 那渔船往哪儿停 这卖货的人都去哪儿 这些人就业 你怎么 怎么解决 但说实话 除去我们俩 兄弟之间这种关系不说 这平川这心里面 真是装着群众的 这么说 他反而把你给说服了 这不是不是说 谁说服谁 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观点 立场不同嘛 明白 郭书记呢 这是为老百姓做了很多事 是 他作为这个村子的带头人 是吧 这是很仗义 能干事是干实事 安兰村能有今天的发展和成就 你看看这些 他真是功不可磨 但你眼里他是不是没缺点呢 缺点呢 肯定有 没有没缺点呢 但这个世界上十全十美的人 特别完美的人哪 真的很少 看我 我眼里他缺点 根本不算事 刚烤好的 你吃吧 你吃 我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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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吧 这烧烤啊 就是他不像先煮的那个 这个吃 有点反共同一个 好 那客人家 你给我开个照呗 行 我要发婆生 在哪儿 抱抱抱抱 屁头 屁头屁头 手机帮我拿一下 小豪姐 陪我俩一起拍吧 好好好 这个你拿着 干嘛一起拍啊 我想放空间 那密码是这个 你把这个 这个 这个 来 来 来 盖房 来 来 盖房 等一下 这怎么拍我的呢 等一下啊 他叫他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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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有什么 好看吧 行啊这个 还行 还挺好 你看 还行 我给你自己洗 好 你可以尝一尝这个 尝一尝 好 快 天长了 挺好 挺好 对 霓尔 你们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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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 霓尔好 霓尔好 你们好 你们好 挺好 不要小看 我们这个渔村也好 我们能把这个业余文化生活 晚上这生活搞得这么丰富 真的非常好 镇长 听说我们那个 睦书记那小码头也要拆 那我们渔船怎么停 这个大家一定要放心 如果就没有好的这个政策 就别说是你们不同意 就我这镇长 他说没有这好的政策 我也不会同意拆这个小码头 那镇长给我们清理了那个养殖池 就算有赔偿款 我们也不能坐吃山空啊 我们拆除那个啊 那种养殖池 就是为了从你一产二产 然后转向三产 这长啥是一产二产三产的 这么就是说 你就说你 你捕鱼 这就算一产 然后这个 你捕成的鱼 你把它做成鱼片 这就是二产 你把这鱼片你得拿出来卖啊 那就是三产 那大伙都能听懂 就以后咱不能工打鱼 咱也得没有 考一天啊 对了 这就听懂了吧 对 但听懂了 我接着告诉你们 你拆除这个所有养殖池之后 你这个海洋线 你就得搞理由开发了 就得规划了 游客来了 住宿 吃饭 这个游玩 购物 他也得娱乐啊 那你说我们该干什么 那游客要吃饭呢 咱们可以开餐馆 那我们是不是就都可以当老板了 对 那不只是开饭店 他住宿啊 住宿得需要酒店嘛 游玩你得有景点呢 你到山啊水啊 你得有景点呢 是吧 你购物得有商场 你娱乐 娱乐你得有游乐场啊 像是有这样的空地 或者有这KTV 得唱歌 是不是 这么大的产业需求 你们再不知道干什么 那你们就真是啊 那你们就把钱给我 投资给我 然后我帮你们去投 那也是 真正 那也不能所有人都去转型啊 那传统的这些行业 也得有人干啊 对了 你说的对了 我们拆除啊 过去哪种老旧的那种啊 这个露天的养殖池 就是为了 往那个新型的养殖方式去发展 那政府管我们吗 政府当然管 你比如说 海兰和大川啊 还有还有所有人啊 只要你们还是要从事渔业 还是要搞这个养殖 那我们政府就把你们出招了 早就想把那个大池子扒了 然后往后干一条 正好啊 正好这所有人全都在啊 既然有没来的 你们相互大家都转告一下 转告一下啊 你就有什么 那个 这郭茉老师书记也在啊 统计一下 然后汇总一下大家的意见 有不愿意清退的啊 有就大家伙写明什么原因 好的 汇总一下 你们跳 哎 镇长 你别走到这边 镇长 我们跳 你们跳 你们跳 我们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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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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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在那儿跳的 跟那群众打成一天 所以我这不来了吗 先向你们报道 完了回家 回家我收拾 他带着头拆销码头 所有人都做到这份上 这 这 这快说了 别生气 别生气啊 那个 拆销码头这事啊 还是视力统一行动 我媳妇她说了不算 亮子 我说句到家的话 如果真要清除了养殖区 跟小马头 就等于切断了咱们的供货源 村民的利益 我公司的你公司 都得玩玩 对 我 我 你知道吗 有时候 我就怀疑是不是你们两口子 给我奢了个套 是 是 是 对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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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你 你 哥 千万不能这么想 咱俩在一起合作生意 这么多年 我油花量什么人 你心里不清楚吗 再说了 我媳妇也不是这样的人 这 这是她的本职工作 工作呀 哥 你说你的呗 她也不听你的 上次那个海参苗补贴 你不照样乖乖地 听她掏钱了吗 那这事跟那事她能一样吗 对吧 这次我向你保证 我 我一定拿下她 我跟你说亮子 就算她听你的 这是政策上的事 她做得了主吗 主呢 她是做不了 但是这态度 她必须得有 别动 别动 你别动 什么 你有个虫子 什么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快 快 快 把我弄掉 弄掉 快点 你看 毛肠没事 没事 你别怕 别怕 我看 你快弄下去 弄下去 我最怕这种虫子 油花量 你们快点 油花 快快快 我最怕这个虫子了 快快快 找了没 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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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就那么多虫子了 没了 没了 你们再看看确实没了吗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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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啊 小小姐 这个是你家油总的 我这下村第一天就来看你了 这么便宜 那你们 你们 你们聊 聊 我去 我去啊 这个 这没了吗 没了 这儿咋有银子呢 这儿咋有银子呢 媳妇 我给你买了那个 治蚊虫挺咬的药膏 你帮啊 我帮啊 我帮啊 给你抹上啊 你本来就对蚊虫过敏 又被咬了还不赶紧抹 没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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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咬着 那我看看 真 我还不用看 你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别动别动 地头 没有吧 我真没咬着 你几个咬着 没咬着 你们喝镇长饭吧 但以后不是动手动脚的 你行了啊 我还没说你呢 你看你刚才说话那样的 幸亏你来得及时 画了一画 怎么了 我说的没问题啊 这我要再晚来一步 那后果不堪设想 我问是工作 你别跟个女的 是什么那么敏感性的 是我敏感吗 我记得你 刚来这儿上班的时候 每天下班回家 就跟我念叨 说你们贺镇长 如何如何针对你 如何如何难为你 那你最近倒是很少说的 我有吗 你 别瞧了 自己都没意识到呢 那 那只能说明 我们工作时间长了 撤下机关系磨合得好 这不是好事吗 是 好事是好事 那好事也消了 严肃的 好事不得掌握和分寸 那你这后院还有人呢 你放心吧 比你有分寸多了 你还没说呢 没干嘛呢 那看看你啊 看看她 为了小码头吧 你看我媳妇真是火眼金睛啊 但是啊 温叔 我来看你这是首要目的 小码头那稍待说 见过沐平川了 这你都知道了 废话 你们俩啊 有生意来了 这小码头拆了 对你也有影响 那当然了 而且是巨大的影响 我跟你说啊 这是国家规定 拆得拆 不拆也得拆 不是我能决定的 我之前就跟你说 从那个安岚的生意撤出去 现在正好就赶紧撤了 以前没撤 现在更不能撤 这么多年了 一直是沐书记在 照顾我的生意 现在 现在啊 小码头马上就要没了 她的生意一定会受影响 我在这时候撤了 那我不趁落井下石了吗 做人不能这样 明天我就一家一家地聊 好 汇总的信息我跟您汇报 好 你现在的工作能动性啊 越来越强了 非常好啊这个啊 那您刚才跟村民讲解工作 都弄得完美 我们这些做小兵 得得跟上一个步伐 才能配得上你呢 你 来个什么 加油吧 加油吧 回去得休息啊 明天还一门事呢 去吧 去吧 你这让我回哪儿啊 回去做电灯泡啊 人家小浩姐的爱人 来说悄悄话了 那行吧 那也行 你这 来 来 来 现在再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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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子 不是 我 我 我这两个通风 这我怕蚊子呀 不是蚊子都怕我 开开就让你吐气 坐一坐 我今天下午给你放着那包呢 我 我 我不用那个 我给你放那个后面箱了呢 你放回后面箱干啥呀 我那里面有花露水 你不是闷吗 可以喷点花露水在房间里面啊 闷 可是我喷什么花露水 还有 我还给你准备了这个床子 床单的三件套 你看村里这 不用 人家都洗的干干净 还有坑不让我谢谢你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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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能买的新的好 我习惯 还有那个牙刷牙膏剃须刀 我全给你准备了洗刀 我全都带了 全都带不用 睡衣你总没带吧 我买了一套那个纯棉的 你换上我穿衣服 不是 我从来不穿 不是睡衣 我穿睡衣睡不着就好 我一直没明白 这个小码头 对安兰村的经济发展 对你们解剖镇 那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 你们说拆就拆啊 这拆了小码头 是为了更好的建设 而且拆小码头 国家给相应的补偿 后续还有扶持政策 今天咱不聊政策 今天咱聊聊人情 好不好 以前呢你先斩后座也好 一心为攻也罢 我都不跟你计较 可就这回 你得给我交个实地 拆出小码头这事 你能不能保上我 怎么保 正在别拆了 可以吗 可以啊 没问题 那 那你们都 可是我收了不算呀 不管怎么说 沐平川帮过我 那也算是帮过我们 对不对 那个 势力统一行动 拆出小码头 你阻止不了 这个我能理解 但是不能由你亲自 带队去拆啊 这样你撤出来 这至少也是个态度嘛 我为什么要给这个态度 就是你说的帮过你 就是帮过我们 那我工作就没原则了 这不是原则问题 这是个人情问题 那做人就得讲感情 就得有情有义啊 不然 不然咱就是落井下石 这传出去以后 咱咋做人啊 六老梁 你这意识应该提高提高 我跟你说 拆一小码头这是好事 怎么就不能做人了 男人的时间 男人的时间 我怎么就不懂了 你跟贺镇长说得一样 你一个贺丰收一个 还有慕萍川一个 都把那个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媳妇媳妇媳妇 那我求你了好不好 就这一回 你就听我这一回 撤出来 那反正由你们贺镇长 亲自坐镇呢 对不对 多你一个不多 少你一个不少 你就请个假 说家里有事 身体不舒服都行 你神经病啊 不行 好好好 你去不去请假 我不去 你真不去 我真不去 真不去 你不可以你 你别客气 我知道 我给你拿两分钟 两分钟 游总 好 不好意思 打扰了何绵长 那个 他那个什么工作 谈工作 来 进来 进来 什么事 进来 那个 家 我这儿 您坐 您坐 您 您说 是 不是 家里边有点临时的急事 需要我媳妇回去处理 所以我想 提她请个假 你看 这么合事啊 那那个谁 那小浩子 家里有事啊 家里有事 咋说啊 没有 镇长 没事 你就实话告诉镇长 她 她不好意思 就是咱们虽然有工作在身呢 但是家里有事也耽误 别耽误就 就游总来接了 回 回吧 没事 你放心 对啊 小浩姐 镇上的事情啊 你就交给我跟贺政长就行 别听她瞎说 真什么事都没有 没事 没什么 贺政长 没什么 您先忙 行 没事 回吧 回吧 没事 我正面去 真是没事 以后后来把你烦不烦 什么我烦不烦呢 可以回家 我 你今天晚上不回去 以后就都不要回去 住手 别拆了 行 行 行 可以了 你看你把这床都 掀起来干什么 你快 快放着 你快回去休息 休息吧 人家谁能走 我都 我给你通口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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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 快 你这个用不上 用不上 用不上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太累了 我太累了 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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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 那我晚上 你先让 你先拿我去 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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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这个安心一点 贺政长 行 请你去吧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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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一个电话我就马上赶回来 看现在推行到什么程度 现在养住户都没问题了 都 都同意就 清退 老子追问着 我说您 您到底能赔多少钱呢 我说方案正在暴提呢 我一定会为大家努力争取的 你再不出政策啊 我们的工作 真的就是推动不了了啊 你这就 就没法弄了你知道 这没法交代吧 总不 总的来说这些还挺好 还其实出货意料 还都 都都同意 我说你们放心 这 这肯定会出台一些政策啊 对你们好好看啊 你这太好了你 你看你我 你有这政策保障 你说我 我还说什么 我不用吹啊 一个星期那个养殖池 我全给你清完 养殖池 我不担心 我担心的还是这个小码头 是 反正这个我跟那个平川都 都聊过了还是有顾虑 他主要是考虑这个群众的利益 你这两千多口的人呢 都靠码头吃饭的 这不一下断了财路了吗 是有难度的 行 既然难度这么大 实在不行 我就亲自跑一趟 吴贺啊 咱们全镇上下 各挑战线上 可以说是捷报平川吧 这说明什么 这就说明咱们碧海行动 已经渗入老百姓的人心了 对 如果把沐平川这个小码头 都给它清除了 咱们这不就打工告成了吗 咱们这个养殖池啊 清退赔付标准是很高的 另外还考虑到这个幼苗的损失 还有渔船没有地方停靠的问题 现在从那个渔城港 画出了一片专业的停船位 工大活使用 那里呢 港深湾大 就算有再大的风浪 也不会出现像似 就是刮台风那样 渔船之间相互撞击破损的问题 所以咱们算是一举多得了 对不对 这政策我跟大伙已经说了 对我们非常有利 你们也不用再担心了 另外除了这个补偿款 如果你们有想转产的 我们也提供免费的培训 还有一些新的工作的推荐 那要是还想干老本孩怎么办 随后我们会统一安排的 那那也行 那可以 待会儿啊 大家都到我这儿来一个表 然后呢就过去排队 十字那有货的排右边 能直接清十字的排左边 拿完表把表交给东宫档子 再找竹子签字 好吧 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新十字 都有都有 都有了 排队排队 排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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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让我让我 你不行啊 不行我就歇会儿 歇会儿 歇会儿 来 你们你们先拉去 你这打球跟工作一样 你现在要不在这儿的话 你的状态就不对啊 咱们镇长你们还不知道吗 平时打球帅得又无洋味的 帅 老哥 这个安兰小码头啊 是个硬骨头 不容易啃 但是咱们的工作还在继续 你说 市里 区里 对我们这个事要求特别严 所以呢 这个日排名啊 还什么日调度 在全区的十一个乡镇 我们现在论工作进度 那应该过吗多少 周书记 我们排第四 但是啊 如果小码头拆除成功 我们就是第一了 市里还有奖励呢 什么奖励啊 渔民叫夜补贴 那咱们应该给渔民好好争取一下 安兰这个小码头啊 你们都记着啊 你们怎么去商量怎么去琢磨 我不管 上面定下来的事 必须坚决自己 要不我上吧 你们谁上你们自己琢磨 老赫 你有时候这脾气啊 这 你这上来就排山倒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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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换好衣服下楼 我在地库等你 去吧 嗯 吴小航 你是真不打算回家呢 等你上车 去哪儿啊 去到慕萍川那儿 去慕萍川那儿啊 慕萍川 没签协议吧 人家那小码头 跟人家拆不了吧 你看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你们动不了他 你们非要这么干 就是得罪人还白忙活生 你到底去不去啊 去去去去 不信是吧 来 我非要看看 一个镇长 一个副镇长 你们俩还有什么招 能动人家沐平川 跟你们说 你们说不信吗 今天这个查局呢 是吴副镇长安排的 我呢 也算是客人 那就刻碎主编 但是有一点 我丑话得说到前头 今天聊什么谈什么都可以 但是就不能说小码头 因为没得聊 吴副镇长 你要是开这个口 对不起 在我的地盘上 那我只有感人了 这是国家的地盘吧 怎么还成了你的 专属地盘吧 我的副镇长 你说 说让走就走啊 那这土地吧 它也讲究个产权所有权 谁在地盘谁做主 川哥所有 川哥做主 这话也没什么猫 倒是贺镇长啊 你对你的吴副镇长 倒是关爱有加呀 刘总啊 我没忘了 我没忘了你跟小贺副镇长 这个关系 但是咱们今天这 这是家宴吗 还带有这个家属关系 去 去谈事吗 既然大家说话都这么直接 我也不绕圈子了 我今天要谈的就是小码头的事 穆书记 你先别走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只有想不到的方案 你先听议我的方案 没准你就改变主意了 吴副镇长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子吗 说改变就改变 你既然这么坚持 为什么怕听我的方案 难道是怕听了以后 真的改变主意 你还是把我当三岁小孩子 行 那我稀少更清 我看看你吴副镇长 有什么好的方案 有什么好好的方案 我这个方案 没给油耗量商量 我替它做主了 只要你 答应开出小码头 油耗量 在耗量物流公司的股份 全部转让给你 我没说清楚吗 媳妇 我可能没太听清楚 你说的是我的公司吗 对 你的公司 那我的公司 你为什么事先 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咱俩的事回家再谈 今天这个事 你同意也得同意 不同意也得同意 不是 你们笑什么 沐叔姐 这个方案你接受吗 我 镇长 你笑什么呀 我 我在帮你做工作 帮你解决问题 我这 把我老公的这个公司 都压上了 有那么好笑吗 我知道你可很 很用心 这不是这事真的不报酬 真报酬 沐叔姐 你到底接受还是不接受 不知道 你说的是耗量 那耗量的股份 能够再瞧一声吗 量子不点头 这是不成立 再去